大家好,我是老沃晨教授 昨天晚上的时候,拜希发信息告诉我 他说他认识一个妹子,这个妹子比较漂亮 他是开店的,做餐饮啊,还卖其他的东西 他说我可以去拍一拍这个妹子 于是我就跟他说好了 第二天上午和他一起去拍这个妹子 但是到了今天的时候 我和小弟来到他家里 准备和拜希一起去找一下这个妹子 结果出了意外 他爸爸妈妈不让他去 这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因为拜希已经准备好了 也就是说他发好妆了,也穿好衣服了 而且还挂了一个包,是准备跟我们一起走了 但是他爸爸妈妈突然发烂,不让他跟我们去 小弟听了这个事情以后,还跟他爸爸妈妈沟通了一会儿 但是没有效果 他爸爸甚至还说主要是不相信我 担心我在他的饮料里啊,下药之类的 小弟听了这么说也是非常生气 就和我商量 他说没有拜希我们也能拍视频 就说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去找拜希了 而且他还告诉我 他说这种事情的话 因为爸爸妈妈不让去的话 拜希是想跟着我们去的 因为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处去玩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坚持把拜希带走的话 到肥来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有可能就非不要他了 也就是说,我们得取得拜希 如果不取的话,借赔钱 他说这是苗族的通用作法 所以说他预感到有危险性 是无论如何是不敢带走拜希的 尽管拜希想跟我们去 当时小弟告诉我 他妈妈还这样说的 他说你去跟他们去的话就不要回来了 你要回来了就不要跟他们去 就这样呢 我和小弟今天就是无功而返 白跑了一趟 在无可奈何之下 我就想起了去卖菜妹他们那里去看看 那边也不好过车了 我们去买点菜吧 没红金吧 我们上次摆摆摄红金吧 摄红金 上次卖菜妹告诉我 他用他的工资 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个床了 现在那个床小一点了 你还要去找那个小啊 别贬了我去买 我现在来到了卖菜妹家里啊 今天带她买点菜 我现在带她买点菜 好久没来这个市场了 我以前经常来这里啊 我大概不知道来买过多少菜啊 买点肉给他们吃 现在肉也涨价了 六万了一公斤了 以前五万去年五万 我说以前是一公斤才两万五 更早啊 他好厉害的 他知道这里有公平秤啊 这些卖肉的少过我们几次秤了 有一次少了半斤哦 店没了吧 买点菜去买只鸡吧 等一下小弟来了没有菜吃了 我们再买只鸡饭就吃了 好多白 好多白 我们再买只鸡饭就吃了 哦 这个马上妹家里还有个亲戚过来了 啊 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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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不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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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悟 叫睡个对待 特财 七十万 七十万 OK 买点鸡肋脏啊 我这个青菜一万五千老币啊 我这个青菜一万五千老币啊 他们要买点豆腐啊 他们要买点豆腐啊 哦 西班 哦 西班 嗯 他们他和小弟两个人都说这个放鸡里面好吃啊 他爽啊 爽啊 爽啊 他两块 两万老币啊 他他们做的豆腐没有中国人那么好吃 是吗 我吃过硬硬的 嗯 我们中国人 买的不好的 不好的吗 好吃啊 是吧 看一下等一下这个好不好吃啊 我我我都可以做豆腐的很好吃啊 是吧 是吧 是啊 啊 你怎么摘了 摘了 那妈咪吧 妈咪 两个玻璃也叫啊 没有了 喂 所以 你靠他哥啊 你靠谁哥啊 你睡那妈咪了 你妈妈咪了呢 这不都是怕娘咪 谁 谁呢 不是 这也是怕娘咪了 那边 谁送的 等你等他妈吧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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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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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摆 是你摆 他们摆 和你摆 别怕 是 她们苗族人喜欢吃猪油啊 等你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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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惩了 好 熬嘛 变没了吧 他们这里多少秤的也不知道 买了他们两个人的居留啊 一共十万老闭 这个妈妈要来她的老祖姑这里啊 这个老太太这里买菜 照顾她一点生意啊 我偷袋就带了 你不正好 等你个进来呢 等你个赛了 等你没恩个赛了 等你 等你赛多赛就带了 等你赛多赛了 过来买点米啊 这个老祖姑了 看着呢 包了接线啊 包了她的路 四十倍的接线啊 贺钱对吧 三百块了 这个一包这么多 这三百块了 三百块我这朋友钱是 四十八公斤大米啊 那给他们买把刀回去啊 这泰国刀啊 四十八公斤大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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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了 你看这四十八公斤 这什么赛 它也没这么贵啊 你们那里 你们那里也是卖两万八 两万五啊 它这个四万五还这么贵 它这个这个一千一万五 它这个卖多少 等你淘宅了 等你三十八公斤 等这个肯定赛些 骗不拜 拜上拜 淘宅 淘宅 赛斯的吧 赛斯不来 这个赛斯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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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赛斯不来 买了一把刀啊 一块菜板啊 九万老币 现在东西好贵啊 跑了两个店都没奖下来 这个价钱啊 走 小雨了 这道大米只能我来扛了 我马上没这几天 又有菜吃了 不要吃青菜了 下雨了 现在 下雨了 做不了了 今天 下雨了 前天 他把他的摸了 叫火吧 他不会 没了啊 嗯 那么老人会把鸡嘴巴切开啊 我都不知道他这样处理这个鸡头 我刚才停电了 现在屋里黑黑的 阿妹啊 他得没不得进新改新母了 我不敢 你能不不不 来 你能还活吗 你还活着 你这个娃娃 肯定呢 嗯 肯定呢 阿妹呀 这样子咱们不得成 这帮我去吧 这帮我去吧 这样子咱们不得了 咱们不得上 咱们不得上伙伴 咱们不得上伙伴 咱们了 咱们 咱们 咱们不得了 他在手机上见过我 因为我们卖那个那时候货中品 这样子啊 嗯 阿玛呀 嗯 教乎教乎扶啥朋友啊 扶 老实 老实一年 老实一年 不扶啊 教乎扶啥朋友啊 教乎扶啥朋友啊 不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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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扶去不扶 他说都是女人不喜欢 女人怎么喜欢 他胆子好大哦 他胆子好大哦 是吗 他胆好大的 上次我带拜祭还有 他爸爸妈妈吃这个豆豆 他敢一个人去找我 是吗 他敢一个人去找拜祭 他胆子好大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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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胆子好大呗 那个儿子好大呗 是啊 很快乐 这太胆子了 没胆子了 那胆子好大吧 哎呀 那胆子好大呗 那胆子好大呗 哪胆子好大呗 我收获了一批非常高质量的观众 他们有时间 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地 而且还有爱心 很多人都非常支持我的自媒体工作 我也是非常感谢他们 我的观众群里面有一个叫空气哥的 Into the Air 他喜欢调妹 他聊了两个师妹 一个是昆维敏 还有一个就是孙师妹 他经常调侃他们说 要请他们吃葱木瓜 当然说完这个话 不能啥事都没有 空气哥就决定 把这些准备请他们吃葱木瓜的钱 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女孩子 他是觉得卖菜妹最需要帮助 于是点名孙师妹 给卖菜妹家买菜 这就是今天买这些菜 这些米的来地 另外呢空气哥还说 他原意是没打算占助 鸭鱼的 因为他觉得鸭鱼 不需要占助 不过他的 昆维敏师妹呢 他是觉得他需要占助 所以空气哥就在这里问一下 昆维敏师妹 这个钱还要不要赚给鸭鱼 如果要赚给鸭鱼呢 他也是愿意赚200美元给鸭鱼的 如果说昆维敏师妹呢 要赚给其他的女孩子 他也是可以改变 但是如果他说还是要赚给鸭鱼 他也愿意继赚给鸭鱼 一切就看这个昆维师妹的意见 我再详细说一下 这个空气哥的一些其他的打算 首先他是打算 捐款600美元 给麦塞妹家里打紧 这个600美元打紧的话 也许不够 但是其中上次还有一个网友 捐款了300块钱人民币 如果还是不够的话 在不超过1000块钱人民币的情况下 我也是愿意帮助他一点点 另外呢 这个空气哥 他还有这样的打算 首先 他愿意拿出100万老币的学费 要小弟教马三妹做电商 当时他提了一个要求 小弟的货给马三妹卖的话 不能争取他的利润了 因为马三妹家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要原价给马三妹卖 然后空气哥的第二个打算就是说 他委托我给他家里买一张圆桌 这是那种木的质量比较好的 配四条凳子啊 或者六条凳子 然后希望能够看到他一家人吃饭的场景 就是要骂三妹啊 和他妈妈 把他爸爸抱起来 坐在桌子旁边一起吃顿团圆饭 他希望看到一个这样的场景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希望我能开车 带他爸爸出去转一转 因为他一个人卧床有一点年了 是很需要出去透透气的 他想我开车带着他爸爸 然后把轮椅也带上去市场里买菜 要他妈妈就推着他爸爸走 然后我就和麦三妹去买菜 他希望能够看到一个这样的场景 所以说这个空气哥是一个非常细心的 而且有爱心的 令人敬佩的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